歡迎收看小明星 最近再來發生 我們今天有比較近的小孩 後來發生這個MISS C的症狀 再來醫生的標誌說 只要住第一季疫苗 效果其實不夠 而且住的時間 跟比較近的時間 循環完 這個疫苗不讓 根本就都要不發揮 現在交通部也在評估 每次一禮拜 入境的總量 能夠提升到四萬人 可能還會感染 不過有哪有醫生 說這可能要再看看 雖然說來新冠疫苗前有企俗等候 不過最近說來染病的孩子 已經有幾個兒子 發生MISS C的症狀 就算住過疫苗也真惡意風 有一個七歲的女孩 六歲找他住過一檔 飛水疫苗後 找到比較近 要是出現MISS C的症狀 前對這檔後來醫生說 只要住第一檔新冠疫苗 效果要是不夠 而且住的時間跟更近的時間 太多 疫苗的保護力 就恐怕是還沒發揮出來 因為畢竟我們打疫苗 並不是完全說可以免於讓你感染 而是只能防止重症跟死亡 沒有打疫苗的話 你發生MISS C的機會 會比打疫苗還多很多 醫師表示一般煮過疫苗後兩禮拜 才會有空替 而且經濟外國的研究 如果是可以煮過兩天 青少年以為去圍住可以到九時 五歲以後的孩子保護力也有八時 所以提醒家長 孩子比較近 服務員後 若是有黑股竄 遺憾 發燒比較會竄 不知道人出現犯格跟服務局最關重點的症狀 都有可能十米十四的症狀 如果最近出境的人數比日境的人數 比較多 國東部清點防疫的容量後 香港本一禮拜日境的重量 提升到四萬人要有能夠負擔 目前已經有向治療中心報告 尤其這點這輛官談視中說 確實是有需要 不過要要上次來鼓掌 另外有醫師認為說 要是要精神再來收治的容量後 才再來經濟會比較透露 確診的案例數在零點一Percent以下的話 那目前我們重症的比例差不多零點四Percent左右 那再配合我們醫院裡面的家戶病房 可以收治的床數 假如說我們的醫療量能可以負荷的話 我們就可以再開放 醫師表示 應該要科入民眾生命的安全 但到國一天比較近的人數 感到兩萬人以下才來開放 而且這部歐木框的疫情 各個都是以檢測當前的白人為主 加速醫療能量可以負擔 再來放進入境的人數 這樣才是比較合理高勝的方式 記者總合佈的